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多伦多生活集节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分享 我身边有些朋友打算离开香港 聊天的时候,有些什么是应该买定的呢? 我今次就一次过列了十样,和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差不多所有东西在这边都有得买的 不过既然第一次过来,有一个免税的机会 如果行李有位的话 一些例如贵价的产品 或者一些可以方便自己的日常用品 都可以考虑买一点带过来 刚刚过来人生路不熟 如果有自己用的成药 比如是胃药、敏感药、药膏 其实买一点都无妨 起码拿起手有得用 不过就算用完都不需要特别担心 因为如果是一些大陆的品牌 其实很多时在华人区的药房或超级市场都可以找到 又或者可以慢慢转用本地的产品都一样可以 始终是地理的问题 香港买这些产品是比较方便和便宜的 如果行李有位的话买一点都可以 好像这些眼线笔 其实拆了盒子 放在行李里 只是占很少很少位 又或者你有用的化妆品 其实一些大牌子 这里也有得买的 不过就因为有13%税 而一盒粉每次都要几百元港元 所以如果是临走之前 买一点塞在行李里 又不押订之余 又可以方便自己 其实都可以的 可以在香港去行一转10元店 买点你自己方便和必用的产品 好像譬如是洗衣袋呀文具那样 我自己就贪美 之前就带这些玫瑰金色的文具过来 不过就不要误会 其实这些文具或者日用品 这里也有得买的 不过可能款式 就没有日本韩国出的那些 那么精致和便宜 顺带一提 这里好多人认识的1元店Dora Ma 其实它不是真的1元店来的 大部分的产品都有独立价钱 所以买的时候要看真点 不过大家就不用失望 如果你家附近是有一间叫做Dollar Tree的 那其实就不同了 因为它们的价钱是中肯很多 店铺差不多大部分的产品 都是卖1.5元 大约是9元港元 其实它之前还价值 它刚刚加了价 之前买1.25元 例如在这里买玻璃枕 膠盆 或者一些清洁用品 就会划算很多 不过它分店就不太多 又或者如果想买一些漂亮点 或者是日本的家居集货 这里一样有的 可以去Omomo 就很容易找到了 喜欢的可以去鸭寮街行一转 买一些充电灯 电筒 或者太阳能的充电物品等等 虽然这里也有得卖的 不过好像我自己这个室外的太阳能灯为例 我之前买在香港是40元港币一个 不过现在这里买就大约是30元架子一个 你可以看到价钱其实都相差几元 如果行李箱够的话 是可以买多一两条充电线 或者是尿袋过来的 因为它们佔的空间不多 可以放在行李箱里很方便 因为这里住的空间 普遍比香港大 所以多一两条充电线 坏了也有得替换之余 又可以 房又可以充电 厅又可以充电 那就好方便 电脑产品一向都不是便宜的东西 无论你用开哪一款都可以考虑 换一部新的才过来 始终第一次进来是可以免税 所以一些贵价的产品 譬如好像电脑那样 确实就值得很多 因为电脑是必需品 无论上班上学都需要 比喻 比喻是 15000元的一部机 就可以省下 1950元税 Unical其实这里都有 不过没有做特价的时候 价钱就会比香港贵一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 常常都是穿牛仔裤 冬天 其实穿着一条 HITTEK的牛仔裤 我觉得其实挺好 就算零下二十几度 一条HITTEK的牛仔裤 上身可能是一件衣裤 然后如果怕冰 可以加多一件HITTEK的底衣裤 出门口的时候 只要你戴一件羽绒就完成了 电视盒子 这里是有得卖的 不过只是贵一点 所以如果反正是过来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买 深水埗这个商场一楼的铺 是有得买的 买的时候老板还会加一个加拿大插头 跟着给你 一般都是有安博 还有EVPAC两部可以选 其实两部机都差不多 我的朋友大部份都喜欢EVPAC多一点 因为版面好似容易用 除了是香港的台之外 未加的台也很多选 三脚转两脚的插梳 这个真的很需要 同样在这里也有得卖的 大约是几元加只一个 香港如果是一些电器铺 或者鸭寮街的档口 很容易找到 其实都是几元港币一个 尤其是如果你是有很多 环球电压的电器 那可能你就更加需要 这些转换头 除了这些转换头之外 我还多买几个旅行插梳 用法其实都是二曲同工的 不过就可以顺便带去旅行 一举两得 如果你是用开iPhone 又差不多时间 需要换电话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换了 电话才过来 始终电话现在是属于贵价的产品 一部iPhone 闲闲闲地都万几元 如果在香港买 最少都省了1300元税 和iPhone 和在这里是不同的 香港是有双SIM卡的卡槽 那你就可以 保持香港自己 电话号码的SIM卡 过来 开一张新的SIM卡 又再放在另一边的卡槽 就可以很方便 今次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欢迎留言 或者email给我 记得帮我订阅 和share给朋友 下条片见